好 最後我們稍微介紹一下這個 上學期有提到這個主題 當然你要看比較詳細的可以到那個協作平台 去看一下 那麼 我們稍微看一下 因為現在的線上學習很多 很多 而且目前來講幾乎都是什麼 都是免費的 我畫面廣播一下好了 這樣您看得比較清楚 如果 學習會很開心 應該不錯吧 開放課程又自主學習 我只是不好意思講 喜歡來就來 不來就不來 不會被當掉這樣子 好 那麼您進到這邊呢 我們看一下 現在呢 其實學習上 你要找這些摩克斯 在台灣稱作摩克斯 在對岸稱作什麼 兩個字 木課 現木的木 課程的課 所以你用這兩個關鍵字就可以找到很多 可以找到很多 在摩克斯之前 是另外一個 叫做開放課程 可是開放課程比較像我們在上課 就是把老師上課的過程錄下來 放到網路上 這樣叫做開放課程 但是摩克斯就比較不同 摩特斯他比較強調就是 你把那些影片要 分成 小單元 然後在上面要做一些互動啊 測驗啊 或者繳教作業之類的 好 那所以你看我們往下走 你會找到這個開放課程 台灣也很多 我們中正其實也有 雲家南這邊也有 這可能有些老師也許曾經參與過 那 現在只是在進一步變成 所謂的 摩克斯 那麼 摩克斯的部分呢 我們往後退 你看一下 他 第一個 就是他會用所謂的5到10分鐘的小單元 那麼 您在上面呢就是配合即時的線上討論回饋 甚至 在上面做實驗也都有 那你要做練習啦或者評量 甚至有的會 互評 那某些課程 你通過之後現在是有證書的 就代表說你休息 選修過正門課這樣 有具有這樣的能力 那麼去年 去年在那個 有 幾個 幾個課程 他們有聯合起來 就是變成一個就是 最後 等於說 聯合一起的考試 等於說你選修這些課之後你留來參加考試我就可以發給你一個證書 表示說你有選修過這些課程 那 你要找這些課程最簡單當然你可以直接找摩克斯 那麼 在台灣目前主要比較活躍性的 是這幾個 這三個 抱歉雲家男 不在裡面 雲家男還在努力中啦 反正其實 我們中正也有好幾位老師也有在上面有開課的 但是像育網啊 這個是 應該是清大也交大 那 台灣Live也是 那Sure Coast最近 最近半年來 動作頻頻 因為會一直寄 電子 電子報給你說 欸我最近開什麼課開什麼課 所以這個對很多人來說就 等於說知道開課的訊息 就比較多 而且 他跟我們的學期制 沒有太大關係 也就是說 你在選修這些線上課的時候 他不見得啊像我們下禮拜才開學 不是這樣 也不見得 他的課程都是18週 因為有些老師的課程他可能也許有 10週就夠了 我就用10週就變成一個單元 就是變成一個課程 那有些課程他可能是開在暑假 可能開在寒假或者學期中才開 都有 啊所以我會建議各位您可以先到 浴網 或Share Coast這邊來看 那 我們從這邊 好 依望的 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很多 重點是目前這些 通通都沒有收費 Share Coast 最近他有嘗試幾個課程是屬於付費的 但是我不知道開課情形怎麼樣 但是原則上這些都是 免費的 所以您可以 你看您高中他也在推摩克斯 在推摩克斯 你往下走 你看看 有沒有 像這個是對岸來這邊開的 台灣也有到大陸的去開 好那對岸也有幾門客是在這邊 所以你再往下走 像這個 這個是宜蘭大學的 宜蘭大學 那個老師這個也很有名 他用這樣的主題去 跟 去介紹所謂的網洋名 這樣有看到了 那您就可以直接 註冊一下 就可以選秀了 當然有沒有去是一回事 去也是只是在線上去 對不對 但是重點就是說 以往 像我們這種 所謂的 一般你只會在大專院校 看到的課程 現在我們在網路上 就都可以看到 而且是免費的就可以學習 那這個部分呢 以後也許慢慢會有一些 收費課程 可能會有一些收費課程出來 不過 目前來講 因為都還在推廣 所以 你會發現 跟我們比較有 有相關的 有沒有還蠻多的 台灣Live 那麼 他這邊呢 你點進去 假設你要 要看哪個課程 點進去 我找那個好的 方洋名的 來 那我就登錄一下 我現在登錄之後 我就可以報名學習 開始報名 這樣有沒有 不用入學申選 很快這樣就好了 好 他這樣有加進去的 我就可以 假設這個門課已經開了 請看是2月20號才開課 對不對 那麼 你選修的這些過程 如果已經開課就可以看 那如果還沒有的 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可以看到 個人的 我的課程 有沒有 我放大一點 我的課程 有沒有看到 我有選修某些的 這樣知道了 很多我都沒有去 沒有去啦 哈哈哈哈 但是 有一些 我有稍微進去看 你看我以前 也有選修過他的 那我們先看一個 跟我們比較相關的 我看一下 有啊以前我有用過 書法可以嗎 好啦 當然每個老師準備的那個課程不一樣 有的 是 時間過了 你還可以繼續看 有的他有鎖起來 也有鎖起來 那 這個有鎖起來嗎 好 微課程 哇這個報名結束 尚未開始 好 等一下 我找一個 比較近一點的 春季班 這還沒 有一個 報名結束 這個應該可以進入 你會發現他們在上面就是 其實跟我們一般使用都一樣 只是現在在線上 課程公告沒有問題 你看這裡 有沒有個影音的 老師的影音教材 第幾週 這樣了解 點下去 你會看到影片就放在哪裡 應該是YouTube上 他看起來像Noodle對不對 你Play一下就知道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是什麼logo 蛤 是不是放在YouTube上 對不對 他只是那個網址不是完全公開這樣子 就是所謂的 共享網址 就知道連結的才可以連過去 好那你就這樣去選修我們的內容 你看完之後他還有一些教材有測驗 有沒有 第一週要討論什麼 第二週要討論什麼 那老師的教材 在這邊如果你要下載 有的他有排放給你下載 那麼 然後這裡有一些作業的討論區 測驗 他通常都會有個測驗啦 會有個測驗 然後會有成績 最後老師會打成績 等於說你在選修的時候這個裡面會有 老師就是完全在線上跟同學做互動 這個沒有這種就是像空大說 我可能 一個月啊來個實體課程 沒有 就完全是像這種方式 所以 您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未來這種 尤其是 某些 我們講的比較經典的課程 會像這樣 其實 您看到這些啊 那老師都已經把影音是不是錄好了 他 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看王陽明不是有開好幾季了嗎 因為他是熱門選修課程 所以呢 他可能這季開 下一季又有開 但是他影音要不要重做 不用完全重做 但是也許他有補充新的 他就可以再放上去就好了 大概就是像這樣 所以其實 這個 最後的這個時間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當同學 好嗎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